我现在觉得她年纪越大越固执 我的话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做事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意见 她平常对我管得太多 说话有点太啰嗦 而且平常的时候 她说什么话我都能听得进去 她现在对别人都比对我好 越来越不在乎我 做事都是我依着她 她从来不会陪着我 做我喜欢的事 我觉得吧 我们婚姻这么多年 安稳稳过日子就挺好 不应该有这么多的争吵 我现在做的事就是我喜欢的 我就想让她支持我一下 她一点也不愿意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现在忙得也照顾不了我 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就想让她 多照顾点家庭 就怎么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 68岁来自长春个体 有请张先生 有请 王女士64岁来自长春个体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这结婚应该有好多年了吧 将近四十年 那比我们那三位老师的岁数都大 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吧 对 是来干嘛呀 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她这个人的脾气吧 就是特别倔 倔 特别固执 一开始我们两个就是 可以这么说 她是一见钟情吧 结婚了 我说一件她表现最倔的现象 我女儿在五六岁吧 去学龄前 有一次我们家买的就是那个豌豆 炒豌豆 这时候我女儿在外上玩 她就去把我女儿就叫回来了 她呢 这个时候呢 就犯罪了 炒完了那个豌豆炒鸡蛋 就可以吃饭了吧 孩子都回来了 结果呢 她呢 又给我提出要求 猪肉炒豌豆 她就坚持 还要坚持 结果我没办法 我就炒吧 我这一说炒 我女儿就跑上去了 我这个豌豆还没炒好呢 我就听我女儿就是 四千列废地哭 出什么事呢 我就赶紧往外跑 结果一看我的女儿 就是这个手啊 就是就这样 就这个顺着这个手指头 就是滴着血 她出去玩 就是那个大门 你知道吗 那铁大门 他们小孩都站在这个铁大门上 就是别的小孩 就是这么忧吧 她把这个手就搁在这个 铁门的这个 就是小孩这么一忧 结果就把这个手指头 就夹上边了 就滴着血了 哎呀当时你知道 做母亲的 你知道那种感情 那种心情啊 能够理解 哎呀给我吓的 直到现在 我们家这个豌豆 寄了 不吃了 这四个手指头 全都夹进去了 完了然后 这个手指盖都脱解了 其中有一个这个啊 无名指啊 就是少了一截 干嘛非要吃豌豆炒肉啊 不愿意吃那个鸡蛋炒肉 因为它这个 没有味道不香 这闺女手碾了 您心疼吗 咋不心疼啊 在当时的家 我也非常后悔 如果这说实话 如果我不坚持 在这个豌豆炒肉的话嘛 那个我女儿 就不会出去玩了 她就已经在 那个桌上 端上饭碗了 还是您没看好 其实跟人豌豆 没什么关系 豌豆都委屈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就觉得 我坚持 因为我坚持 这个豌豆炒肉嘛 我不坚持 豌豆炒肉的话 那个孩子不就吃上饭了吗 这事其实就寸了 那要孩子吃上饭 当时孩子被豌豆给噎着了呢 这怪谁呢 对吧 多少年的事 咱过了就过了 对不对 她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啊 她骑车子 驮孩子送托儿所 这倒是行 因为近嘛 不远 孩子长大了 应该学习了 我女儿把孩子接回家了 接回他们家 就送到学习的那个幼儿园了 你能学到点东西了 她呢 还是主张要骑车子 就是送孩子 是接孙子 外孙子是吧 就我女儿的孩子 对对 接孙子 我叫外孙子 完了 然后我女儿一听 跟她爸说了 说爸 我告诉你 以后 你要是再骑车子 接我的儿子 你就下岗 对她那种人 就得这样 我们俩俩都没办法了 真的就没办法 你吓倒了吗 没有 后来我听我女儿的 听话了 坐公交车去接 她吧 在我们家 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她听女儿的 听小外孙子的 甚至都可能是 听我姑爷的 但是她就是不听我的话 你知道吗 我说什么她都不听 再提到这个小外孙子 就是这个孩子的问题 教育孩子 我们两个也有分歧 就是我的教育 教育方法就是啥呢 女孩子 是吧 你必须把自己的 这个家庭承担起来 是吧 再一个就是 最起码你应该 学会做饭吧 最起码你应该 直到打理卫生吧 是吧 是是是 她不让 化而言就是不会呗 对啊 那是您教育失败啊 偷偷教育应该教会了呀 她不坚持啊 对不对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 我对于女儿来讲 教育可能是失败了 你对孙子 你现在是不是得应该 再把孙子再教育好啊 其实不是我们的事 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姑娘的事 没错 因为她的儿子 应该是她的教育 对对 但是她还是惯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小孩说回来了 我女儿说 妈呀 我可不愿意回家 我儿子在家可听话了 在家的时候啊 就自己就是穿衣服 穿裤子啊 什么都自己的 哎 到我们家 就这样 老爷 给我穿鞋 就这样 她老爷没办法 穿吧 你听她怎么说啊 就那么叫小孩 五六岁啊 老爷啊 你不就是给我提鞋的吗 啊 这这个 你看啊 哎呦 所以我就说吧 她就不听我的 我就是烦恼 这这隔背亲马 没什么呀 您就等于幸福家庭 跟我们说一说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吧 就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可以这么说啊 你说每个人 都愿意就是说 住大房子 是不是啊 敞凉吧 是吧 收拾起来挺累的 我累我爱 我愿意啊 是吧 最起码我 我住一个 宽宽敞敞的房子 再说了 你姑娘结婚了 也有小爱孙了 是不是啊 你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现在是 是不跟咱们在一起住 但是她有回来的时候 是吧 所以我就跟她说 其实以前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 她吧是 就是有三次分房子的机会 但是她都让了 但是最近吧 就是快退休之前 有一次 还是有一次机会 分房子 结果呢 她还是让着去了 就这一点我对她就是 我心里就是特别不痛快 因为我们家现在住房吧 64平方 可想而知 你说吧 64平方 可能我们老两口 可能还是够住的 对 平均一人32个平方 不小啊 但是呢 你说孩子回来 是不是没地方住 确实 她说的是这个情况是有 就是我是铁路之工 我们在职的时候 就是按照我的功力也好 什么也好 有三次分房子机会 当时我为什么没要呢 我不管怎么的 我还是有住的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机会 就让给 这我听得明白 完了之后呢 这个退休之前呢 真好是说心里话 是个徒弟 完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机会吧 就让给她了 结婚没有房子 是不是啊 真好我还有房子住 不是吗 听明白了 是不是啊 您后悔吗 我不后悔 这个事情我不后悔 但是我老伴 老生气了 你看人家 毛毛毛 那三十一厅 你看那个孙子小二孙儿 那个在屋去车都行 你说咱们家啊 这个屁股大地方 这一转没地方了 这个也倒行 咱也知道理解 那理解你还跟我说 不是 就是说的啊 这个咱就不说啊 那你说退休 两人就是在一起 快快乐乐的 他愿意游泳 行 我陪他去游泳 我那时候不会 他就教我 教我那我也就学会了 他对我就是特别苛刻 他一次游泳 你知道游多少吗 一万米 我这个年龄 可以这么说吧 一千可以了吧 是不是 但是他呢 要求我有两千 为了陪他 完了 然后有一次 我去游泳去 我就是把鞋脱了 我这么一转身 我要下水石子 我这么一转身 叭唧就摔那了 完了就把我这胳膊 就摔舌了 现在就是还有这个 两个大钢铃 那是大钢铃 从那以后 我就不游泳了 我没法游泳了 完了 然后我就跳舞吧 跳舞了 因为这个胳膊 不得恢复嘛 是吧 恢复健康 他就不支持我 怎么也是不支持我 就不支持您跳舞 就是生气 为啥不支持人跳舞呢 这个实际他要是 就是很平常跳舞 也可以 他呢 在那个舞蹈队呢 还认个纸 这个舞蹈队队长 他呢还挺认真覆辙 还特别热心 比如说这个两点到四点嘛 他飞到八点回来 所以这样吧 就家里的一些事情 没人干 没人干 尤其我吧 说实话 有点懒 这也是过去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老的传统习惯嘛 工作兴致造成的 我都得说 媳妇回来坐 不回来坐 心里就难受 对您的干嘛 我就对他有生气 反正我最激烈的时候吧 我就上他那个训练场 我就找他 我就直接给他救回来 救回家 就救回家 我也不管谁了 我就回家回家 回家做饭 那你说作为一个团长来讲 你说是不是得早来晚走啊 你看他也爱好永远 我随他了 是吧 那你说我跳舞 你是不是得支持我一下 在一个那 我这个舞蹈团嘛 咋的 就是服装 所有的这个服装 都是我来做 因为有的时候 在网上订那个吧 大家也都知道 在网上订的东西 拿回来一看 穿的不合适 还都得来找我 找我来修改 所以我就想 有修改的时间 我还不如去买布料 看看几件子 完事了 是吧 你还做服装呢 对啊 往上坐在分身机上 看看一整就完事了 现在可以说 我的舞蹈团 还做民主服装的 民主服装团 我的那个 什么藏着舞啊 什么猛屋猪舞啊 这个服装 还有朝鲜舞啊 这个服装 都是由我来做 厉害的 你给我们跳一个 跳朝鲜的吧 跳个朝鲜的 来 那我就比会一下了 反正你给我一个 展示的机会 行了 我先给你鼓鼓掌 曹鲜舞啊 就这样了 时间了你啊 好看不 好看 好看 哎呀 看那眼睛都没了 你知道吧 好看啊 好看好看 不是挺支持的吗 多好啊 那个我不是说 反对他跳舞 而是反对他在跳舞中 我刚才不说了吗 第一是不守时 他全心全意的 可以这么说 把家都舍了 全心全意的 把家舍了 去跳舞 往来再来 我说了 当了一个大领导之后 他一人全包了 他就是在踏风机 就是做这些那个服装的时候 不但影响我 还影响邻居 是那个 老实的 人家拿那个头部 哐哐哐哐哐 就是楼下 影响 就是对我们偏旁 再不就是用那个菜刀 挑那个男球网 我这么问你一句 这结婚也算39年了 到几年 正好39年 想过离婚吗 我没想过 谁说他呢 其实我这人吧 你就回答我想过 没想过 想过 孩子吗 为了孩子吗 要是没那孩子 就早离了是吧 对 为了孩子 就是一个完整的 那也离不了 那也离不了 我肯定不离 为啥 不过哪里 是我相同他的吗 他刚才不讲了吗 一见钟 哎呀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因为啥主持人 为啥就是说 我想离 他也就是说 有那么大的信心 把握离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结婚证 没了 哦 你给烧了是吧 不是 那个搬迁的时候 不知道他弄哪去了 他这么一说 但是我很没有那个意思 其实早就没了 你那个没关系 你结婚证丢失没关系 这个反正要真想离 补办一张也能离了 是吧 说明还是不想离 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再幸福的夫妻吧 都有想离婚的时候 再甜美的爱人吧 都有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所以剩下来的事 就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哎呀 董老师 还有话可说吗 我当然有话可说 我非常羡慕啊 哦 两个字羡慕 对啊 就是如果我们 到了二位这样的年纪啊 能够有你们现在这样的状态 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我是想跟大姐说 身在福中不知福 您刚才说的那些事 那就叫事嘛 那都是引子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说服我们大哥 让您去跳广场舞 对 对吧 说得太对了 前边那都是就随便 跟你们唠唠啊 你们爱听就听 听不明白就别听 但是实际上是 他现在已经不让您去了 对吗 对 咱要做到什么呢 上得了广场 进得了厨房 当得了团长 搞得定老张 现在的问题就是 您光上广场了 不进厨房 家里饭不做了 对吗 然后光当团长了 不跟老张搞好关系 所以任何事情 都是要有一个尺度 我觉得他也没有 完全不让您去跳 前妻也是让他去跳的 对吧 后来实在是 跳得不顾家了 我唯一要指责您的一点 就是咱不能老 没事瞎埋怨 什么孩子的手 让门给夹了 自个儿的胳膊摔坏了 都跟人老张 没一毛钱关系 该夹这个手 什么时候可能都会 下次也会夹 这胳膊可能下次也会摔到 所以都不要抱怨您的爱人 大哥呢 该游泳去游泳 一万米 厉害啊 大姐该跳舞去跳舞 但是每天要有时间规划 然后就幸福的生活就好了 好不好 我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祝二位 百年好合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谢卓老师 来 去坐 大姐一上来啊 就神采奕奕奕 透着那股幸福劲 我们一上来一看 这不像是来控诉的 您看您一下回顾到 将近三十九年 这婚姻生活中 拿出了几件 实打实的大哥的罪证 听起来都那么牵强 而反过来我们想到 哦 大哥是真不容易啊 一直是一个配合的角色 您其实牺牲了大哥 大哥好不容易有一个游泳的爱好 但是却被你说 因他的游泳爱好而导致了你骨折 这是一个亏欠了 但您仔细去回头看一看 在家里等着您做饭 希望有您来陪 并且和谐的二人世界 少一个 大哥是在那里有点孤独感的 也就是当你们转型的时候 您是最成功最快的 而大哥呢是需要您等等的 大哥呢 我觉得是自己知足 而是一个很照顾周围人的感受 我敢说 他能把房子让给徒弟 他能考虑到 不要去扰民的因素 我想他为你做的够多的 他能背负着说 豌豆事件 是吧 能背负说你这个骨折事件 他没说任何 这不怪我呀 他没有说呀 所以可见他多么地爱你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要多体谅他 行不行 多带他出来 让他融入到 真正你们幸福的晚年的 二人世界里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删达老师 通过你们刚才的讲述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 就叫夫唱妇随 你看说那个 张先生爱游泳 然后呢 我们王女士就跟着您 去学游泳 因为是从不会游泳到学会 到现在能游一千米 所以这就是证明 他愿意跟随您的脚步 跟随您的爱好 一起往前走 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 其实很难的 我们说给婚姻打分 就是打到七十分的婚姻 它里面都有痛苦的成分 就是任何一段婚姻 一定是伴随着痛苦的 因为生活当中 就是这些旋律嘛 酸甜苦辣 但是我们能够正视这些痛苦 正视这些琐碎的事情 然后一边抱怨着 一边享受着 多幸福啊 你们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也希望你们 能够把这种幸福 传递给更多的人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让身边的那个人感受到 好吗 看到对方的付出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涂老师 人无完人 谁身上都有问题 在跟着对方缺点 过日子的时候 支撑着婚姻延续几十年的 恰恰是对方身上的优点 所以总迷也离不掉 其实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件大事 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 想着自己徒弟的师父 真的很少 说明您的丈夫 有一颗很善良的心 但哪个老头没毛病 吃醋也好 懒惰也罢 甚至是刚愎自用 顽固不化 这都有 但之所以这些年来 你支撑了下来 恰恰是 他身上有很多光辉的理由 今天来 你也就是只是抱怨抱怨而已 但事实上 秀的是满满的幸福和恩爱 四十年的时间 冬去春来 万物生长 阳光普照 三代同堂 这是最大的幸福 什么也别说了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图老师 所以在你们的故事里 我就找到了一点 羡慕你们 到这个岁数有爱好 没别的了 我们就是观赏 学习 崇拜 那个下面这个环节 年轻人他们都做得特别好 虽然他们吵得很厉害 我想看看你们这个老前辈 一见钟情的老前辈 能不能在这个环节浪漫一下 我们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大哥先来 实际上 是我先看上他的 所以说 我这人是说话算数的 所以我爱他没商量 但是呢 我身上有许多缺点 他看不惯 甚至我们经常吵着 说真的 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没办法 我就无语了 我就不吱声了 但是呢 我发起脾气来了 确实是 就是酒头牛也拉不回来 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和几位嘉宾 对我们这个现象 给你建议 我认识到了自己 这应该什么 就是说他不改我改 我 我就是这样 行 没让您说少话 还真是挺遗憾的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了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大队大姐 来来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谢谢您 老伴 快点了 是 谢谢 我跟你说 当老爷子都这样 都这样 来来来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交货由易卫师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 和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好 这两双手拉在一起的时候 演电影一样的 很多场面就出来了 有幸福的有不快的 总得要是快乐的是吧 祝你们身体健康 谢谢大哥和大姐 谢谢你 请回 谢谢谢谢请回 好羡慕是吧 羡慕的